手拿抽水器材上下擺動 這處大樓陽台處積水實在太嚴重 房間裡面的冷氣怎麼一直滴水 來到室內也沒多好 冷氣滴水牆壁出現水痕 看在住戶眼裡好心疼 因為這是他們花下積蓄 首次買房問題卻一箱筐 拿出手指數不完 這裡是花蓮青年住宅 二十坪大小 民眾花了兩百五十萬購買 住了一年多缺失全部跑出來 最扯的還在這裡 電箱發出奇怪聲響 追回源頭是雨水 跑進頂樓通風堡 再滴到住宅電箱裡 經過住戶反應 建商沒有直接處理 而是保鮮膜一層鋪上去 一間房子兩百五十萬 對首購族來說 可是一筆金額 但是現在卻處處都有問題 住戶只希望縣府加緊 修繕腳步 別讓原本社會住宅的美意 變成擾民利器 三選旅願來自花蓮採訪報導 海報 是花蓮花 通常騎在小弊